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吩咐司令 实在是抱歉 让您受惊了 这边请吧 请吧 实在是抱歉 冯府司令 没有能够及时地阻止他们的胡作非为 毕竟 少将阁下刚刚从杭州赶回来 不过请放心 他已经答应我了 放你们回去 吃饱了吗 走吧 走吧 稍微等一下 好 这是什么 这是一份协议 在你走之前必须把他牵掉 这是一份愿意在某些时候 接受帝国军队的管辖 接受日中亲善的理念 并且愿意为日中亲善做出贡献 如果我不签的话 就会跟我两个卫兵一个下场是吗 我觉得 冯府司令是有品位 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同时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 不是吗 还是没骗得了那两个秘坛啊 肯定是他们发现了我们 姚华康 不能啊 他不说得挺好的吗 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一个连自己都可以出卖的人 随时都可以出卖任何人 但是 日本人好像在我们一进城的时候 就盯上我们了 你说的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 姚华康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 对啊 可是我们已经有把柄在小日边手里了 对啊 对啊 哥 跟日本人牵的那个东西 其实根本什么用都没有 我们不用理睬他 我们不用理睬他 管他那管他什么呢 谁说没有用啊 想用他的人 就拿着那张纸给带老板去 那些等着支人血馒头的人 就会拿着他邀功情赏 你跟我的脑袋 就会给他们带来晋升 还有打烊 但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吗 我们去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还不行吗 你跟谁解释啊 解释什么呀 在党国 每个人都希望你有麻烦 你有麻烦才好呢 你有麻烦 那就能换来他们今生的机会 你可是正还保卫战的功臣 他们要办的就是功臣 就因为你是功臣 你抢了他们的风头 你有今生机会 他们没有 他们看着眼馋 你们就是他的绊脚师 他不高兴着呢 不舒服着呢 他干不了的东西 你也别想干 那谁都不去干 那这国家不就完蛋了吗 国家 国家在他们眼里算什么呀 国家 在他们眼里 只要不天塌地陷 他们还活着 他们就想尽办法 踩在你脑袋上作威作福 不跟他们混了 绝对不再跟他们混了 那跟谁混了 我们能去哪儿啊 那边呢 共产党那边 共产党那边 你跟我的受不了那边了 受不了那边的清贫艰苦 吃不了那苦受不了那罪 要说呀 我们就是那最可怜的人 你坏 也坏不到那十恶不赦的地步 你好 也好不到可以为人着想 为人牺牲的境界 我们是谁啊 我们是谁啊 我们就是那 乌魂野鬼 飘摇在天地之间 哦不对 飘摇在地狱跟天堂之间的 不人不鬼的 我死人 我死人 这家伙被日本人折磨疯了这是 飘尚 我们就是活死人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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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日本人下手也太狠了 怎么了你这是 我刚知道 这话怎么说的呢 这么关心我啊 走吧 找个地方 我正想跟你说道说道的 行 兄弟呢 垂寻于我 哥哥荣幸之至 走走走 这 这边吧 天地良心啊 这事真不是哥哥做的呀 你回去赶紧查查那鬼 我肯定要查出这个内鬼 我跟你说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 什么可能啊 我那天在街上啊 见着萧寒了 你确定 在我眼前 过去了 我觉得应该是他 你的意思是他告发了我们 情敌嘛 难免背后下刀子啊 你确定那个人是萧寒吗 是萧寒的可能性有几成 你说是几成就几成 我随你 知道萧寒在哪儿吗 不知道 林家 你怎么知道啊 我从林家去的宪兵队啊 这事你不应该告诉我呀 我为什么不应该告诉你啊 为什么 因为我不好办了我 但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看着办 冯冬爷 你怎么那么酸子啊 你怎么骂人呢你 我骂 你啊 我现在知道萧寒在哪儿了 我要是告诉日本人 日本人把他抓起来了 这共产党就得杀了我呀 人家共产党还真办得到 我要是不告诉日本人 这日本人知道了 他还是得杀了我呀 我是里外都难办的 你可倒好啊 你在那坐享其成是不是 隔岸关火的街道杀人 我发现你 太坏了 苗局长 这场啊 不错 反正呢 事就是这么个事 你自己看着办 我 你自己 电量电量 就能电量出分量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 你是不是 你 你 你这太缺德了你 这司马昭之心 谁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 这缺德玩意儿你说 您好 我找小林武艺 我就是 林院长有什么事情吗 我想问一下关于冯冬野的情况 冯副司令吗 怎么 你还不知道 她的消息吗 您还想让我知道什么消息呢 我就想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她 您觉得我该怎样对待她呢 你说的 你要把她当客人的 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友好的待客 林院长 你的朋友来看你 但是你并没有事先的报备 所以 我们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做好接待安排 不过最后还好 最后一切皆大欢喜 请转告冯副司令 我认为她是一个 可以信赖的 可教的人 这些话 你们还是留着自己说吧 我只想说 你和她对于我来说 都是不速之渴 我希望 以后在我家里 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对我不公平 另外 请做好 我要去上海购药的准备 我需要你们开出特别通行证 和提供运输的渡轮 这些事情我都会安排好的 辛苦林院长了 谢谢 小林医生 你怎么回事 那女儿 她的头太强了 冯冬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 她被放出来了 对 我刚才差点说错了话 让小林武医察觉到 我不知道冯冬野现在的情况 如果是那样的话 好 她一定会产生联想 就不会跟我说实话了 所以 我立刻补救 让她放松了警惕 我从她的话里听出来 冯冬野 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 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 应该谈成了某种条件 形成了默契 那也就是说 冯冬野她向日本人投降了 是的 至少她已经妥协了 林院长 姚局长挺兴奋啊 老孙 给我倒杯茶去 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我是想单独跟林院长聊聊 不是 你 行 大小姐 我先走了啊 听说昨天晚上你家挺热闹的呀 现在这城里 有哪家是安宁的呀 小冯昨天晚上 让日本人从你家带走了 接下来你还想说什么 那据我所知 怎么你家还有别的客人呢 你说话能痛快点吗 萧涵是不是进城了 你想见他 我不想见 我烦他 那你是来威胁我的 还是来提醒我的呀 你怎么就听不懂了呢 你怎么就听不懂了呢 我跟你说 有人告诉我 萧涵就在你家呢 那你就赶紧过去看看呀 如果有 就顺便抓了 这在日本人那儿 可是立了头等大功的 抓不了 惹不起 那你就去告诉日本人 让他们做这个坏人 你这话说得挺有意思啊 没想到你会这么说啊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呀 老杨 你看你看 我得到消息 我这不就屁点屁点 跑过来通知你一声啊 怎么还把我当成恶人了 冯东也告诉你的吧 这小子多坏 他想让我当恶人 我有那么啥吗 这么说 你们两个刚刚见过了 在城门口 不过他现在已经出城了 他昨天晚上去了宪兵队 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他怎么进去 怎么出来 我能不知道吗 我呢 怕他小心眼 在以为 觉得是我把他给害了 所以我就在城门口 请他喝茶解释一下 我跟你说啊 这人不能得罪啊 心黑手狠 不得不防啊 那你现在 又不害怕他了 怕呀 但是我更怕萧涵哪 因为萧涵比他还狠 那你就不怕冯东也 在日本人那儿揭发你啊 所以呀 我过来跟你商量商量 这样 我带着人吧 去你家走个过场 让我好交差 行不行 不好 你看啊 你突然无是生非 带人跑过去 一定会让小林武艺觉得蹊跷 对呀 那怎么办呢 这是你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你们能不能不对我这么残忍 药局长 你这问题 你这麻烦 应该不是我帮你找的吧 对吗 那这样 他们要问起来 我就说我去过了 没人 萧涵 望逢而逃 你看行吗 我不表示任何态度 要不这个小林武艺说你这个女人难斗呢 太聪明 女人太聪明不好 这小冯啊 我看也拿不住你 老杨 你那事说完了 是吗 弟妹 快来快来 快来快来 陈司令 您知道冯副司令去哪儿了吗 弟妹啊 你知道军人这个职业是非常危险的 随时都有训国的可能 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不过呢 我们这支部队啊 有我们自己的光荣传统 什么传统 赡养遗孀 司令 我给您倒杯水吧 这这 报告 进 司令 冯冬也回来了 好啊 好啊 你这三天没回来 都在传你进城喝花酒去了 是吗 陈司令 来过两次 参谋长昨天也来了 没说什么就走了 这水怎么这么温退啊 这就是你回来以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不行吗 出去 我让你出去 滚 滚 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我说的是名媒争取那种 陈司令以为你死了 他说部队有过光荣传统 是山羊一双 我要让你从今往后 碰我的别的男人 一碰别的男人就像吐 报告 副司令 我的属下暗查了内鬼 锁定了几个 应该尽快落实到底是谁 得想点办法让他自己跳出来 这样 你一会儿叫几个人到我这儿来 我要开个会 是 让冯冬叶沉浸在感官娱乐 肉体麻醉中 让他的队伍军心涣散 厌倦战士 正是小林无意给吴纯的重要任务 吴烟梅在厨房后面的池子里 储藏室里面有米面和拉肉蛋菜 萧涵的药放在他卧室的床头柜里 李院长 你这是要离开一段时间啊 是的 我走之后 你们晚上千万不要露出灯光 也不要发出声响 他们随时可能会过来查看 你是不打算回来了 我要去趟上海购买些药品 这都是必须要做的 另外 我走之后 这儿就会相对安全 那这是老肖他知道吗 你晚上再告诉他吧 我刚把他哄睡着 他最近太累了 需要好好休息 大伙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我谢谢你 别这么说 我应该做的 倒是你啊 自己孤身一人 到那么复杂的环境 千万要小心 放心吧 我是跟你们支队长 学习过的人 不会给他丢人的 帮我照顾好他 告诉他 就说是我说的 他是我的人 一定让他好好听话 好 你稍等一下 嗯 这个 拜托你给他 好 怎么啦 看你满脸杀气的 怪吓人的 能看出来我有杀气吗 当然了 我不想让你去冒险 投不上见识短的女人 报告 去给我弄杯茶 进来 把门关上 把门关上 这次我进城 摸清楚了 小林武艺的行动规律 每天晚上六点 他会准时到山口料理吃饭 而且只带卫兵 那副司令的意思是 还用问吗 我要你们去把小林武艺除掉 对啊 这日本人要换新的队长来 且得适应环境呢 今天 天黑之前你们就动身 明天白天 就潜伏在宁波城 明天晚上六点 准时到山口料理 见机动手 在 副司令 这人 这人是不是少了点 我让你们去 是去刺杀 又不是让你们去攻城 是 事成之后 每人两根金条 外加升官两极 是 给你们半个小时准备时间 然后动身 是 去吧 去吧 你想烫死我吗 谁啊 老肖 大虎 尝尝我的手艺啊 你做的呀 对啊 我可好久没吃 咱这北方的面条了 你只要喜欢吃啊 我天天给你做 李院长临走之前啊 特意嘱咐我 让我好好照顾你 大虎 你刚才说什么 雨竹走了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他 他说有点事 要出去一趟 让你放心 他去上海了 自己看吧 我会在上海拖延八天 七天后你就可以起来活动了 那个时候立刻离开这里 我们到四明山见 一趟 加月 安放着风雨 西刷后的痴城 转生而去的岁月风容 不要问惊意多少声痛 爱是你的烈火诺言 此去上海凶险万分 林雨竹已做好最坏的打算 他甚至小林武艺心狠手辣 诡计多端 然而 无论前路多么艰险 无论敌人有多凶残 他都无所畏惧 像永世一样出征 林小姐 真是光彩赵人 完全可以和上海滩的任何女公子媲美 请问是谁跟我去上海买药 平天君陪你一同前往可以吗 哎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兄弟们 赶尘这一票 运我和金钱就都有了 长官 我去方便一下 这懒驴上莫屎尿多 快去 我们在前面等你啊 好 谁 是我 嫂子 副司令让我来嘱咐你几句 跟我来这边 嫂子 您这是 副司令让我跟你说啊 这好不容易进趟城 别亏了肚子 多大点钱 嫂子不用 真不用 嫂子 拿着拿好啊 收子 收子 听声音是这儿啊 人哪 找一下 该不会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吧 应该不会吧 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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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什么 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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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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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你怎么啦 这么高兴 没有了内奸 日本人 想摸摸头脑都摸不着 要是有内奸 你跑都跑不了 睡觉 欢迎光临 里边请 你好 我是平田三郎 平田先生 这是您的钥匙 谢谢 这边左拐 第三间房就到了 林小姐 我住在您的隔壁 方便我们沟通事情 也方便你有什么事情找我 您在那个房间 讨厌 讨厌 我应该要把他吃的 黄山 尿 字幕提供 Snow it's gone That's all Hiami You're now Snow it's gone 檀柱 讓你繼續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是我 对 我到上海了 好 那我们一会儿见 小林革下 小林革下 彼女是出了 出了? 那你去哪儿? 快去吧 平田靖 记得一下 在这些女人近距离 一会儿迟着 千万别乱托 是的 小林革佳 能不能不要让他们跟踪得那么明显 这样会吓走跟我合作的人的 林院长 都已经这么晚了你还出去 他们有可能会担心你的安全 才出自下策的 那是不是因为安全 我就可以回去了 这次就算了 我会让他们注意的 下次不会了 如果再让我看到他们这么愚蠢的跟踪 我就放弃这次努力 药品的事情 以后还是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鲫鱼竹和平田巧妙周旋 在这场斗志中拼的是耐力和勇气 鲫鱼竹有足够的耐心 他知道 要在敌人眼皮地下 与地下党取得联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机会稍纵即逝 他必须抓住 才能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谢谢 我们在哪里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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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白杜码头旁边 好 我一会儿就去 不见不散 我一会儿就能够 你看 我 Dak 您的咖啡 好 谢谢 小姐 请问需要点什么 帮我再加杯咖啡 顺便把那位先生给我叫过来 好的 谢谢 不客气 先生 那边穿绿衣服的小姐 请您过去一下 四开黑夜 黎明在前 把那杯粉出声 披露雷变 红朝地台 黎明在前 小姐 永不疼我 一把藏风尖剑 如你身上 披露大海 大大澄澄澄澄 来来对你所爱 明明在前 城市里显天 明明在前 相同之难来 排队 一把都打开 胡歌 小烟 黎明在前 祭祝心中花朵 伴你作业 千万万亏 武力领在前 和山京无所居大命来换 如你水上 披霸大海 龙高红白的对你所爱 命令到切 尘死你先天 黎明在前 向朝日赶快 写团退路 黎明在前 和山京无所居大命来换 我地水上 披霸大海 当当当 来 来对你所爱 黎明在前 尘死你先天 黎明在前 向朝日赶快 当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